这个五岁小女孩感动了13亿人 她还未出生 父亲就被判入狱 长到七个月大 母亲离家出走改嫁他人 年仅五岁的她 独自照顾两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撑起了一个三代之家 这个坚强的小女孩究竟都经历了什么 早上七点 其他人家的孩子还在赖床时 家住贵州尊义芝麻镇的王安娜 已经早早起床 先检查奶奶的病情有没有好一点 然后就开始准备每天的生活用水 清扫院子 还要给奶奶和曾祖母做早饭 清晨的山里气温很低 小安娜的双手动得通红 但她还是坚持亲自打水拧毛巾 给奶奶和曾祖母洗手洗脸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但对于五岁的小安娜来说 未免有些太早了 当小安娜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时 她的父亲就因为跟人家产生经济纠纷 被判入狱十五年 这个本就十分穷困的家庭 顿时雪上加霜 唯一的男性劳动力没有了 年迈又多病的爷爷 只好从病床上爬起来 担负起养家的重任 怀孕后本该受到家人关怀的母亲 也必须每天忙里忙外的操劳 她很快就厌烦了这样的日子 小安娜不过七个月大 母亲便丢下墙宝里的她逃离了这个家 当爷爷奶奶被小安娜的哭声吵醒时 母亲早就不知所踪 直到后来 他们才听说小安娜的母亲已经改嫁去了他乡 生活似乎很不错 但她再也没有回来看小安娜一眼 奶奶身体很差 干不了重活 只能留在家里照顾九十多岁的婆婆 以及墙宝中的小安娜 由于没钱买奶粉 奶奶就把小米粥熬得稠一些 再喂给小安娜吃 而爷爷则每天都勾勒着身子 独自一人去打理田地 年轻人半天就能干完的活 爷爷往往要花上两天 而且总会累得气喘吁吁 直不起腰 好在小安娜是个特别乖巧可爱的孩子 刚学会走路就每天都去门口迎接爷爷 看到他可爱的小脸 爷爷就算再累也会觉得很高兴 他唯一的愿望是自己能够多支撑几年 至少要撑到小安娜再长大一点 到时候就算不能改善家境 也能为他攒下一点学费或者嫁妆了 可惜事与愿违 这个坚强的老人 还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 2016年没有父爱和母爱关怀的小安娜 又失去了疼爱她的爷爷 这个本就不堪重负的家庭 彻底失去了劳动力 奶奶不得不拖着病区站起来 每天都出去打零工 五岁的小安娜与92岁的曾祖母 在家互相照顾 小安娜开始学着扫地 刷碗 洗衣服 从一些简单的家务货开始做起 后来又渐渐学会了 给火炉换煤和洗菜切菜 晴天的时候还会扶着外婆去晒太阳 她的家务货越做越熟练了 奶奶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直到有一天被送去了医院 你能相信吗 五岁的小女孩也能够照顾两个老人 独自撑起一个家 小安娜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进入了地狱模式 爸爸入狱15年 妈妈改嫁他人 爷爷不堪重负去世后 唯一能撑起这个家的奶奶也撑不住了 因为体弱多病 奶奶无法干重活 只能在村子里找点零工 结果有一天 她的腿疼得很厉害 强撑着去医院一检查 这才得知 自己患上了严重的滑膜关节炎 最好尽快住院 但他们家哪有闲钱住院 奶奶强忍着疼痛回到家中 继续每天打工赚钱 直到滑膜关节炎再次发作 她疼得下不了床 更别提打工赚钱了 想起这些年来的辛酸经历 奶奶再也忍不住 一个就点流眼泪 五岁的小安娜 连忙跑来给奶奶擦去泪水 安慰她别哭了 过了一会儿 又问奶奶该怎么烧火做饭 她人就比灶台高一点 却搬来板凳撸起袖子 准备被奶奶和曾祖母做一顿饭 第一次用菜刀是 小安娜就一点也不害怕 她站在板凳上 按照奶奶的指点 给土豆削皮 切成小块的豆丁 又热好油锅 将土豆倒进去翻炒 起先她还很害怕热油飞溅 后来做的刺数多了 就算油渍溅到脸上 她也能面不改死 在奶奶的教导下 小安娜还学会了 用电饭煲蒸米饭 从此之后 家里的三餐 都是小安娜一个人来做 每次饭做好了 她也不急着吃 而是先为曾祖母吃 两位老人都吃饱了 她再吃剩下的饭菜 每天忙完了这些 小安娜会闭上竹篓 去自家菜地里看看 摘走一些青菜 作为接下来的晚饭 村民们知道 小安娜家不容易 平时会主动帮忙 照看她家里的菜地 山路骑驱难走 要是赶上下雨起雾 眼睛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 但村里的医生 却清楚地记得 那年下着暴雨 小安娜独自一人 淋着雨跑来诊所 帮奶奶拿治疗关节炎的药 她被雨水淋得煞白 却依然含笑的小脸 让医生终生难忘 一天之中的晚饭 相对比较随意 但小安娜还是要花 不少的心思来准备 等吃过了晚饭 她不仅要刷碗 还会打来热水 帮奶奶和曾祖母洗脚 一直照顾着两位老人 钻进被窝休息了 小安娜才会有一点 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可是家里太穷了 小安娜甚至没有 几件像样的玩具 她只能早早躺到床上 努力地想象 父亲和母亲的样子 直到她陷入沉沉的梦乡 父亲坐牢 母亲改下 这个五岁女孩 独自照顾两位老人 撑起了一个三代之家 她的肩强感动千万人 即便如此 她毕竟只有五岁 也会有撑不住的时刻 小安娜自出生起 就没见过父亲 七个月大的时候 母亲也离家出走 她连父母长得什么样子 都不清楚 身边只有一张 父亲过去的照片 每当她想念父母了 就会一个人 拿着父亲的照片 坐到外面 一边看 一边嚎啕大哭 她思念父母 委屈哭泣的样子 让人看了心疼 由于家里没人能挣钱 小安娜六岁之后 一直没去上学 她也因此没有什么同龄朋友 每天待在家里 日复一日的 照顾着病重的奶奶 和曾祖母 这一切都让两位老人 非常着急 好在村里的干部 很快就将他们家的情况 上报室里 工作人员赶来后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破败不堪的家 竟然真的是由一个 刚满六岁的小女孩 支撑起来的 工作人员将这一家人 纳入低保 为他们缴纳养老金 保证他们每个月 至少有一千块钱的 生活补助可以领取 不仅如此 工作人员还为小安娜 解决了读书问题 她会先在当地幼儿园 待一阵子 等到年龄满足条件后 再去当地的小学读书 从2017年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 工作人员都会上门拜访 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在这一年 小安娜的世界传遍了全国 她也因此被评选为 最美孝心少年来到北京参加颁奖典礼 她年纪还小 并不懂得贫选的意义 只是觉得受到了大人们的夸奖 有些高兴 而就在一年后 小安娜的曾祖母也去世了 她的父亲按照相关条例 获得了离间探亲的机会 这是自出生以来 小安娜第一次看到父亲 这个一向懂事的孩子 一直紧紧拉着父亲的手 止不住地流眼泪 得知女儿将家里照顾得紧紧有条后 做父亲的王某又感动又愧疚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与女儿短暂的相处 让她感触很深 王某回到监狱后 喜心革面积极表现 争取能够早出来与女儿相伴 如今小安娜已经十二岁了 正在读六年级 再有三年 她就能与父亲团聚了 她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衷心祝愿他们一家 能在三年后 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习朋友 这是 像 他